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没有电动玩具的年代 小朋友会玩哪些游戏呢 新北市板桥区港德里里长江宝宽邀请治理科技大学桌游社合作 举办港德里桌游去 走进时光隧道感受古早的游戏趣味 如果没有电玩的年代还有什么可以玩呢 新北市板桥区港德里里长江宝宽就要带大家回到没有电动玩具 没有手机的年代 大部分成年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60年代大流行的大富翁 这类的纸上游戏就是当年最夯的游戏种类 希望透过桌游让习惯玩手机玩电玩的孩子多点时间和家人互动 当初我们看很多小朋友都是在玩手机 那跟家人的亲子互动比较少 那我们自从有办桌游 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跟小朋友都有一起在玩桌游 那个家庭的气氛会变得很好 所以我就蛮推广桌游 那每一年都有办 那我们桌游呢 我们里内的小朋友已经玩的都还算蛮厉害的啦 有的也去参加过比赛 因为整家的孩子头脑会比较清晰 因为这个游戏算不错的 这个国际里长选最夯的一种游戏 这我们里长有这个心 我们你的孩子 甚至于说隔壁你的孩子 我都可能会来 我也可能会变成孩子来 知道他们都会来 这我也希望说鱼竹 一年都会叛骨骂 耶 好棒 耶 来来来来来来 桌游可以说是台湾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里长为了港德里桌游去活动 带大家走进时光隧道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玩在一块 特别找来大学生助政 邀请至里科技大学桌游社 协助办理桌游 暂时让大家抛开科技产品 感受早期的娱乐 也增加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那我们这次跟港德里一起举办公益活动 想要透过桌游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 然后让小朋友体会桌游的乐趣 然后还可以增加自己的观察力 或者是意志力 希望大家一起来玩桌游 现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 电玩游戏更新速度快 桌游则是历久明星 哪个年代不分男女老少 都能增加人际互动 相信永远不会被取代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新北年度盛世欢乐耶诞城盛大展开 今年灯区范围最广 艺术装置最多 堪称历年之最 不过到底该怎么逛 怎么打卡呢 七大灯区全攻略帮助观众 不会迷失在耶诞城的大迷宫里面 我要跟你们说 今年耶诞城的秘密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圈 欢迎来到新北欢乐耶诞城 今天是主打迪士尼风格 而且有四大灯区 48个装置艺术 灯区范围更是延伸到了 虎中监狱站 规模上来说呢 可以说是历年之最 不过到底该怎么走呢 又不会miss到任何景点 所以现在透过三分钟攻略 让你了解 跟着我走 如果你是搭捷运火车 或者是高铁来的话 你只要沿着地上的指示走 就会来到这个心之所上 只要再往后走 就是竹笋底部了哦 今天打造水梦幻音乐盒的样子 不再是绿竹笋了 我现在来到一个 让迪士尼满都疯狂的地方 这是第二站站前的梦幻庄园 到底要躲走多久啊 很超像玩这个海盗船的 没想到它这么小 再来第三站 是万瓶公园的迪士尼公主的童话森林 1 2 3 那我身后的就是迪士尼公主店啊 因为今天排太多人 所以没有办法进去帮大家拍摄画面 不过我就去旁边的 走单区哦 是三百元呢 走吧 我今天放弃 哇 谢谢谢谢 谢谢 今天是一共推出了八大光浪 其中我觉得最值得拍的就是这个 香蟹光浪 它是以爱丽丝梦有先进穿越的场景来发想 然后再结合就是仿真的枫叶 跟一些特殊的灯光来打造 我觉得超级浪漫 就是很有秋天的气息 这个环状线 所以多了的一个环状线登区 我刚刚来到这边真的是吓到 这边整个是 哇 摄影师王美的聚集地 大家都把这个球拿得很靠近自己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已经教你们怎么拍的美了 来 耶诞城我真的很绝望 我就是公主里面的会姑娘啊 第七个就是府中单区 这个是去年没有的 今年才有的 也让今年的耶诞城 创了范围最广的记录 而我觉得在这个单区里面 最有看头的就是这个 某道树 再见了 没错 好 大家 我现在来到我的最后一个景点 林家花园旁的方桥时光 那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七大景点 希望都可以帮助大家 大家对耶诞城有认识一点点 那如果大家对住宿的部分 不知道住哪里的话 可以去看我的资讯啦 我上一集是做关于住宿的影片 好啦 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喜欢 分享给你的全部的好朋友 阿神的影片就是三餐饭后及睡前 有看会说吧 常走永和中正桥的用路人 请注意小心别吃上罚单 从永和端光复街上桥 往台北市经常因为跨越禁止变换车道线被开单 而且今年就累积11起交通事故 另外在这个路口 划设机车停等区又有红绿灯的号制 也有机车组反应到底要不要停下来呢 透过新闻带您破解问题 中正桥的用路人注意了 从永和端往台北端 尤其是在光复街右转上中正桥的这个部分 常会发生跨越禁止变换车道线的违规情形 一不小心被拍照检举 可能就伤了您的荷包 仔细一看地上标线 白石线配合白虚线 是单边禁止变换车道线 也就是实线边的车辆禁止变换车道 但是在虚线面的车辆就没问题 所以从光复街右转上中正桥的车辆 可从最右侧车道往内切 但是若要在内切 切近从永和路二段执行上桥的车道 就是违规行为了 轻则造成交通打劫 严重可能发生车祸 因此永和分局特别向民众宣导 今年度来讲的话 目前累计已经发生了11件的交通事故 所以我们特别针对这个地方来执法 警方提醒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42条 不一规定使用灯光者罚款1200到3600 换与双白线或禁止变换车道线 依照处罚条例48条 可罚600到1800 而若有B车类危险驾驶行为 依照43条可能吃上6000到24000块钱的罚单 这个变换车道线的部分 然后去侵入到其他车道 然后有造势的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就特别借这个机会来呼吁一下 我们这部分会加强的来执法取缔 然后也请这个叫做驾驶人 留意相关的标志标线规定 另外此处路口的号制灯 也让机车组好困惑 抬头看到红绿灯 而地上又画有机车停等区 该怎么配合标志标线呢 新北市交通局到处设计考量 并表示后续会在通盘检讨 在三色运作时段 会造成光复街一个塞车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去检讨 把它做成一个闪黄灯的一个设置 同时我们也就是在主线这边 那它一个闪光的作用 就是提醒从永和路上桥的车流 必须要降低车速注意来车 那后续我们也会通盘检讨 看去检讨这个永和路主线 这组号制的一个保留的必要性 上下班时间连接双北的中正桥 车流量大 未免憾事发生 还请民众多注意交通规定及路况 单个安全行驶的用路人 也保护自己的荷包 记者刘明生新北报道 小时候上地理历史课 得牢牢记住台湾的行政区划分 像是北北基 中脏头 桃竹苗等等 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划分吗 而这件事跟台北洲建州百年 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起来了解 那到了1910年代 就地方支度 我们这个资本人怎么来看 那个样的地方支度的 印作的一个情况 教授讲述的这段台北洲历史 是否让您回忆起高中的历史课呢 而今年正是建州百年 为了发扬新北地方学 台北大学与新北市立图书馆 特别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北市副秘书长刘和然 指出建州百年的意义 以及研讨会对地方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在100年前 当时所成立的五周二厅 把台湾的整个生活圈都确定下来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脉络 对我们新北市的发展 尤其在社会人文艺术上 其实是非常大的贡献 1920年台湾总督府将台湾行政区 划分为五周二厅 也就奠定了今日中华民国 大致上的行政区划分 国立台北大学校长李承佳表示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 邀请近4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 课程内容包括台北洲建制后的 行政规划变迁与特色 也包含战前东亚各国的地方行政 治理 自治等跨域研究 今天的研讨会的重点主要是 显而易见的就是 在过去100年来 台北建州到现在 有一些历史文化 跟在地的发展的议题 泛黄的纸张上写着日志招合 全台保存最完整的日志时期 结庄行政档案 台北洲档案 就珍藏在新北市立图书馆 与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起诉说一世纪前的故事 让人们传承过往经验 展望未来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三峡报导 根据卫生福利部108年 国人死因统计显示 脑血管疾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四位 平均每43分钟 就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 但不是每个脑中风案例 都来不及救治 响应事件脑中风日 双合医院携手消防局 拍摄宣导影片 表扬脑中风照护机油人员 并且邀请成功治愈患者 现身说法 向民众说明 送医时间的重要性 鬼门关前走一遭 现在完全康复的67岁张太太 回忆起脑中风发病时的状况 心有余悸 对双合医院医护与消防弟兄的救助 更是道不尽的感谢 很迅速的 很积极的 救了我的命 还要感谢 再感谢他们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 脑血管疾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四位 平均每43分钟 就有一人死于脑中风 但发病不一定就会被宣判死刑或失能 双合医院院长伍麦斯指出 其中关键因素就是送医时间 酸塞然后造成了氧气的供应不足 脑细胞就会受到一些 没有办法挽回的伤害 所以时间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在脑部还 脑细胞还没有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救治 为了争取黄金治疗期及送医时间 需要民众消防及医护人员三方配合 响应世界中风日 双合医院洗手消防局拍摄宣导短片 强化民众对脑中风突发状况的辨识与应对 并破除脑中风的迷思 抢救脑中风第一线消防地修也是重要关键 新美市消防局副局长李清安表示 为了做好到院前后的衔接照护 未来将整合行动急诊室2.0执行远距医疗 将患者发病资料 透过行动载具传给医生 让医院尽早开启中风治疗流程 脑性急中风的处理时间是最宝贵的 那么从最早期的判断 那么在救护其中的一个应在的过程 把相关的信息来跟医院来做接轨 争取时间和死神对抗 双核医院和北台湾邻近医院组成联络网 为250万人扣取栓 提供24小时及两线轮值服务 并提醒预防脑中风 切记少油少盐少烟酒多运动 以及三高病人要定时服药 新美消防局双核医院赞 记者刘明轩综合报导 中佳新闻和轻松电台FM96.9联合播出 欢迎一起收听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 请不吴俊松